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南天宫庙附近 有一家传承四代 经营了80年的台菜餐厅 过去曾经荣登国宴料理 是好多政商名流 艳客的私房餐厅 早期几任总统都曾经是座上嘉宾 招牌菜这道 炭烤野生乌鱼籽 纯手工烧烤 烤出来油脂丰富 送进嘴里咸香绵齿 还有这道经典菜肴 红薰米糕 选用五两种以上的红薰 蟹黄饱满 而且搭配咸香米糕 鲜中带香 好多的经典菜色 都让韬客们流连忘版 在新的一年牛年 就是菜色非常丰富 然后也非常喜气 那像他们的红薰米糕 蟹糕也非常的饱满 然后肉非常的鲜甜 在台南走过大半个设计的老台菜餐厅 映入眼帘总是高棚满座的画面 私隐韬客上门的招牌菜 有老卤红烧腿裤 北季备猪肚汤 碳烤野生乌鱼籽 六品综合拼盘 还有经典红薰米糕 每一样都是韬客舌尖上的美好回忆 那我觉得毕竟这是80年的老店 所以真的是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把螃蟹或者是说 把这个甚至米糕的部分 处理到真的是没话可说 能获得食客认同 是因为红薰米糕制作 每一步都力求完美 我们在炒料的话 我们主要会是先以 我们台湾的猪油 然后再下去做爆香 然后再加入猪肉 然后依序去把排料加下去 那一定要照这个顺序 是因为它的香味的堆叠才跑出来 锅中虾米香菇独角肉 在大火中热力翻炒 炒出了鲜味 也炒出时刻对古早味的满怀思念 红薰米糕主角之一的红薰 挑选的大小和份量 都是斤斤计较才有的鲜甜美味 基本上我们是用一公斤 大概三只的红薰 三只大概是六到七两 我们在杀红薰的时候 我们都会基本上 一定要挑漂亮的红薰才会用 不漂亮的我们就全部会打掉 不能用 所以耗损率算蛮高的 精挑细选 做工繁复的经典菜色红薰米糕 是板斗艳客 象征极力的鲜美菜肴 母蟹的橘黄色蟹黄 有多子多孙之意 伴随着米糕咸香 散发出十足的鲜味 这个红薰呢 它的那个每一只都有那个蟹黄 非常饱满 那再搭配这个米糕的部分的话 它会吸收它那个海鲜的这个香气 那整体搭配起来的话非常好吃 它米糕里面的香菇肉丝 还有一些些虾米都有 你都会随着那个红薰的鲜味 在你的那个口中散发出来 所以它的层次是非常的丰富的 口感层次丰富的料理 还有用料高档 早期台南酒家楼的著名汤品 北济贝猪肚汤 里头有北济贝猪肚蟹腿肉 干贝金针菇和花菇 是早年陶客口中的梦幻艺品 新鲜的口感 然后再加上它 北济贝是有带一点Q 带一点Q劲 所以它这个汤在喝的时候 你再去吃一点这个北济贝 对你的这个层次 它的那个分明是很清楚的 客人满足的丰饶菜肴 其实蕴藏第四代小老板 吴建豪的应征与付出 因为当初决定回家 接掌第一代姑婆吴景霞 留下来的一家子老店 心理压力之大难以言喻 那刚开始在第一年 接掌人店的时候 遇到很大的挫折 包含连客人 因为我们是开放式厨房人 客人很大声地说 我这菜能吃吗 这种话我在厨房都听得到 在那时候其实打击是很大的 那时姑婆提早退休 没有完整传承姑婆的好手艺 听到客人这番辛辣言论 家人也感到难过 其实那时候是还蛮心酸的 因为 健好那时候是在 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 回来走入厨房 其实我都 我心里很慌张 因为我知道味道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她也是经过好几个月的磨练 可以说是每天都快哭了 对她来讲是极大的压力 为了稳定品质 吴健豪不断试炼记忆中的家传味道 像是盘豆常有的乌鱼籽料理 一定要炉烤才有上一代的味道 那这个方式其实在现在已经比较少去用 很多人都用盆墙或是用煎的 那当然炭火烤的风味跟香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让它吃起来更有层次 甚至有点像祸器一样的焦香味在 炉火炭烤的乌鱼籽自然散发浓郁炭香 野生乌鱼籽油脂含量风鱼 口感香Q吃来延齿香浓 那他们家的乌鱼籽一看到就知道是野生的 然后腥味也不会很重 那他们是用炭烤的方式去做烹调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特别 操客饗宴的传统菜肴 还有台南人吃饭吃面少不了的小菜 六品综合拼盘有白斩鸡 天生鸭 白酌猪心 海椒海折 三贝醇 群丸 水煮红麴粉肠 其中塞满梅花肉里肌肉的粉肠 吃来味浓扎实 很常它原来是有猪肉的一些内脏 还有什么然后去吐合而成 而且它非常有一个名称叫 烹腔热吧 对它的名称是这样称呼来的 我觉得我会记住这道菜 我会记住这道菜 这个是台南台南这边特别特别有的食物文化 有时八十年老店拥有的不光只是鲜味 钻出来的菜肴同时也富含耐人寻味的历史意涵 这道长时间炖鲁的老鲁红烧腿裤 经过时光演变 舍去了重油重咸味道 相当符合现代人味蕾 口感的话它这个 其实它油这个肥瘦的部分是非常 就是相当刚好而已 那吃起来也不会说太油或者太腻 对那瘦肉的部分的话也吃起来不会太柴 对那我是觉得说整体来讲好吃 每样菜色都在食客心中保有一个 无法被取代的地位 每一口鲜美滋味 背后是长勺人面对菜肴时的真心付出 还有对老味道的坚持 我觉得这个味道因为很重要 因为是由我长辈留下来的味道 由我姑婆的味道 那我希望这味道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不能在我的手上而中断 我们到今天很多东西基本上将近九成 我们能自己做我们都还是自己做 然后每一样产品我们都能让我们自己来维持它的品质 坚持它应该有的风味 继续延续下去 吴建豪对自家口味引以自豪 要用更好的口碑当作溃达 每一口鲜香滋味 承载着对姑婆的想念 还有传达记忆中的美好韵味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中有一家帝王蟹海鲜餐厅 老板特别选用活体帝王蟹 确保肉质的甜度跟Q度 在这里一只蟹有多种选择 比如说一吃第一单纯的火烤帝王蟹饺 烤到了香气四溢 口感扎实饱满 第二吃可以加入玉米 番茄跟白菜 煮成火锅 轻轻涮煮的蟹肉 吃起来鲜嫩细致 第三吃还可以加进米饭熬煮成粥 米粒吸附了所有的鲜甜清华 口感滑顺 滋味很香沉 老板过去在台北 开了热炒海鲜店 开了二十多年 当时因为健康因素短暂休息 现在回到了故乡台中重新出发 吸引了不少老顾客特地前来 我觉得它是很新鲜的 不会像那种冷冻比较久的什么 对那种感觉 那种口感就是很鲜嫩 对很多汁 走进陈七才的帝王蟹餐厅 一面而来的是活动力十足 霸气逼人的帝王蟹 依照产气的不同 夏天从挪威进口 冬天则来自日本北海道 这个水一定要很清 不能有一点脏 脏的话 帝王蟹那很快就死掉 所以说要用这种蛋白器去打 构力要很好 我都时常讲过一句话 冰箱冰库那么多打开 如果有一只死的 你可以全除给我搬走 陈七才过去在台北开店 2016年在台中重新扎根 力点换了对于帝王蟹的品质 还是不变 坚持不用冷冻祸 因为活的帝王蟹烤起来 比较鲜甜 那你如果熟得在冷冻以后 那那个冻下去水分就流掉了 因为它前面在肚子里面 那个比较厚啊 要先烤一下 因为我们这样烤的话 就是外面焦焦的 那里面它就水分不会跑掉 就是要当场在那里顾 陈七才守在烤炉边 时刻掌握帝王蟹的熟度 谨慎把关 让烤出来帝王蟹角 守住水分和甜度 肉质鲜痰饱满 保有原油的海味 我觉得口感非常的Q弹 而且会比那个煮的 还要把那个水分锁住更多 所以还蛮汁气的 白菜 番茄 玉米 煮成火锅汤底 用来顺煮帝王蟹 不用多加调味料 就能尝到原始清甜 像番茄 玉米 白菜 蛤蜊 那些新鲜的东西 下去熬煮 就不用去放味素 然后放那些东西 帝王蟹火锅 一满蔬菜的甜 还有帝王蟹的鲜 汤头清爽不油腻 入口十分甘甜 蟹熬肉厚扎实 吃来相当过瘾 蒜煮过后的蟹肉 口感细致 洋溢淡淡的鲜味 非常棒 因为很juicy 是多汁的 除了帝王蟹 油花分布均匀 呈现粉嫩颜色的 安格斯黑牛 口感同样令人惊艳 清清蒜煮 牛肉鲜嫩 富有弹性 油脂渐渐在嘴里化开 入口香浓多汁 沾上店家特调的酱料 更能凸显甜味 最后的火锅汤底 加进米饭 鸡蛋 还有葱花 熬煮成粥 聚其所有鲜甜精华 滋味香醇绵密 暖心又暖胃 很有爆竹感